2022年6月24日,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公布了一份判决书,推翻了49年前由最高法院推出的决定,结果一下引起了轰动,因为这涉及到女性是否有权决定自己要不要堕胎的问题。 这期科技参考,我们就聚焦科学界,看看这部分人的意见如何。 要说清这个新的判法,我们得回到49年前,看看当时轰动全美的罗伊素韦德案。 1969年,住在德州的罗伊怀上了第三胎,想堕胎,但德州又不允许堕胎,于是他委托律师起诉了当地的检察官韦德。 官司不断升级,最后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。 在1973年,9名大法官以7比2裁决女性堕胎权受到宪法保护,但具体的内容是和有些禁止堕胎的州做了平衡和调和的。 它是这么调和的,怀孕的前三个月里,不能对堕胎进行任何监管。 怀孕的第二个三个月里,各州可以对堕胎监管,但目的只能是保护孕妇健康,而不能是保护胎儿生命。 怀孕的第三个三个月里,各州既可以对堕胎监管,也可以要求禁止堕胎,但必须已有利于母亲的生命和健康,而必须进行监管时才能监管。 虽然没有完全封杀各州禁止堕胎的法律,但有了这个判决之后,美国女性堕胎的难度就很小了。 而如今,最高法院在审理另外一件不断升级,最后打到最高法院上来的关于可不可以堕胎的案件的时候, 推翻了49年前的案例,认为当年的判决有问题。 当然,很多老师跟媒体也都着重说明了判决的逻辑,问题不在能不能堕胎,而在于宪法该不该管这么细。 美国最高法院不是为了某个具体的案件该如何判法而存在的,最高法院的判法都是围绕着A判法是否违宪, B判法是否违宪进行的,也就是说它是为了维护宪法而存在的。 于是,这次推翻了49年前的判法通俗的说就是,认为能不能堕胎这件事,应该交给各州,宪法不能干涉这类案件。 但实际的影响呢,是在最近50年时间里,因为之前那个判罚的存在,于是客观上就起到了赋予美国女性堕胎权的作用。 而这次推翻了原来的判罚呢,客观上就削弱了美国女性在之前已经拥有的堕胎权。 这次最高法院一宣判,美国就马上有9个州宣布本周禁止堕胎。 所以,我们也不能说反对的人不讲逻辑,不懂最高法院的职责的范围和意义,他们只是根据现实变化做出的反应。 那么,世界主流科学界对这个判罚是怎么看的呢? 简单说,认为这个判罚大错特错,总体上觉得非常令人失望,需要抗议。 在案件的审理阶段,由于一层一层的官司打上来,需要作证的材料不断的增加,尤其还涉及到宪法,这是关乎每个人权益的问题。 所以,不光是医学界,社会学界,经济学界,也有很多专家跟学者参与其中。 在最高法院审理期间,提交了专家意见。 这些意见都是基于过往几十年的各领域的研究结果,包括女性和婴儿的身心健康,生活水平,经济状况等等方面。 今年5月份,Politico杂志曾经披露了这份判决的草稿,之后科学界期刊的顶流《自然》以杂志社的名义发表了社论, 认为最近25年中,全球在堕胎问题上,总体趋势是更加自由的,有32个国家扩大了堕胎权的范围, 而美国最高法院无视科学证据的做法是错误的,并在这份判决正式发布之后, 由杂志社的编辑撰写了批评报告,认为法院无视之前科学界提交的各种证据。 医学界期刊的顶流《柳月刀》也是在看到这份泄露出来的草稿之后, 马上以杂志社的名义发表了社论,认为判决书的草稿最让人震惊, 最不合理的地方在于,它竟然是基于一份18世纪的文件做出了判定。 18世纪的文件指的就是最初的美国宪法, 而这份文件对21世纪女性面对的现实一无所知, 法律应该适应新的挑战跟困境。 医学界期刊的另外一个顶流《新英格兰医学》杂志, 在判决书正式公布之后, 当晚发布了一个由全体编辑签名的社论, 尖锐的批判了这个判决。 美国的科学界期刊顶流《科学》, 美国的医学界期刊顶流《美国医学会》杂志, 也都从各个角度批判了美国的判法, 列出了研究证据。 归拢下来,证据是这样的, 咱们一一举例。 首先,禁止多胎之后, 孕产妇总体来说健康度会下降, 因为在今天的全球范围, 意外怀孕的次数大约每年有1.2亿次, 其中60%已流产结束, 仅以美国来看, 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女性会在45岁之前经历堕胎, 所以堕胎早已不是清教徒时期罕见稀有的事情了, 而是涉及到上亿国民的事情。 其次, 意外怀孕者的死亡风险比计划怀孕的大很多, 关键是, 也比合法堕胎过程中女性的死亡风险大很多。 所以, 禁止堕胎之后, 女性总体健康度会下降。 再者, 一些本来可以通过堕胎得到救助的怀孕女性, 因为堕胎禁令而面临高的死亡风险。 这个理由是这样的, 尽管在有堕胎禁令的州, 也会有一些例外的情况, 比如说, 孕妇在怀孕期间诊断出来癌症, 或者肺动脉高压这样的疾病的时候, 他们是可以堕胎的, 可是真正执行起来呢, 就不是文字上这么轻松了。 比如说在德州, 给孕妇堕胎的医生最高可判无期徒刑, 协助堕胎的人员也可以判10到15年的刑期, 这都是重刑了。 所以, 医生在实际操作中是格外的避讳堕胎的, 在面对产妇风险增加的时候, 他们连堕胎这个词都不愿意说, 因为稍有不慎, 一句话说错, 病例写错了一行, 行医直到吊销不说, 还要蹲监狱。 所以, 从医学专业角度来说, 应该建议孕妇堕胎的时候, 他们却不会说, 哪怕孕妇跟家属咨询应该怎么做的时候, 也不会说您可以去其他州堕胎这样的话, 甚至也不会给孕妇联系其他可以堕胎的州转诊。 一般来说, 已经可以诊断出应该堕胎的孕妇, 身体状况都不太理想。 医生一个字也不说, 也不帮忙联系外州的医院, 纯靠家属自己开车, 把孕妇送到上百公里以外, 再联系医院, 这件事本身风险就很高。 还有, 即便是德州的医生, 确认当前的孕妇百分之百的符合禁止堕胎中那些例外情况, 可以堕胎了, 但最终操作的时候, 也会额外的考虑自身行医执照的安危, 于是在实施堕胎的时候, 给孕妇选择那些风险更高的手术。 比如说, 阔宫排空流产手术跟子宫切开术都可以的时候, 就故意的不选对孕妇伤害比较小的那个, 而去专门选择子宫切开术。 因为根据德州的法律, 子宫内部的手术切口, 是更不可能被解读为银产堕胎的。 所以, 即便美国有一些州允许堕胎, 也依然存在着大量没法顺利堕胎的女性, 他们一样面临着更大的风险。 在假设美国50个州都全面实行堕胎禁令的情况下, 研究的结果是会导致孕产妇的死亡数增加21%。 最后是关于社会跟经济方面的研究, 客观上来说, 选择堕胎的人主要集中在社会边缘群体, 他们的经济状况会更差, 生活更没有保障, 这也是他们意外怀孕的土壤。 很多时候, 他们堕胎的决定都是迫于无奈做出来的, 如果禁止堕胎的话, 他们的生活大都会更糟, 而且孩子的情况也更糟, 即便他们可以转移到没有禁令的州区堕胎, 但这样做之后的结果是, 在离家更远的地方进行手术, 受到的照顾条件更差, 花费也更多, 于是实际上就很可能选择地下医院私自流产, 这样的风险更高。 源于《自然》杂志《柳叶刀》杂志的多份研究发现, 可以自由堕胎之后的妇女, 身体跟心理健康不受影响, 而被禁止堕胎的女性, 失业率是成功堕胎女性的三倍, 收入低于美国贫困线的概率, 是那些成功堕胎者的四倍, 经历债务危机跟破产的概率, 是那些成功堕胎的女性的三倍, 黑人女性在禁止堕胎之后, 死亡率会从1,300分之一上升到1,000分之一。 以上大致就是科学界列出的主要结论, 全都说明了禁止堕胎的总体效果更不好,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? 我个人的看法是, 美国最高法院的职责, 还是集中在宪法跟宪法修正案, 是否被恰当的维护上这一点, 那里没有提到的内容就不能插手干预, 这篇文章里提到的所有的科学证据, 美国最高法院其实全都看过, 全都清楚, 而且也是基于这个不能随意插手的理由, 美国最高法院才依然推翻了之前的判法。 从女性的权益上说, 今天的世界跟200年前完全不同了, 科学证据足够说明取消禁令对女性更好, 但取消禁令又不能从美国最高法院那里实现, 而只能通过美国各州, 今后从自己的判例中优化改正过来。 如果一项法律真的不得人心, 那么在下一届州内选举的时候, 得人心的法律就有可能被实施, 最迟最迟, 当那几个老古董的法官去世了之后, 新法律就会被实施了, 这也许要经历漫长的等待, 但只要证据足够强, 最后由各州取消各自的禁令, 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。 另外呢, 关于这个判法的看法, 我已经在上上周的答义中补充了, 如果你感兴趣, 可以去参考。